年初武汉封城封了76天 从1月23号到4月8号 一刀切的方式 甚至拿铁条把你的门焊上 大家一直在批评的 甚至实地去拍摄批评这种现象的人 都已经被捕被判刑了 那么年底又开始了 前面我们看到在北京 一大堆人在排队 那么网上传递的一些视频呢 其实还有一个是辽宁的 是沈阳的 现在官方的消息是隔离了8万多人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报道都是武汉封城一样的 把整个城市劝进起来了 我们看到卫健委不断地在批谣 说沈阳只有18个病例 18个就让你封城了 全国范围内 每天新增不过也就20多例 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呢 因为一年下来 还没搞清楚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治不知道 疫苗 美国人是政治家先打 总统副总统 甚至义务工作人员和高危人群 就易改人群 都是第一批打 那在中国呢 在中国我们听到更多的后称是 建议领导先打 要走领导先走 实际上这次疫情发展到今天 已经出现了变化 9月份开始就传说有亚种 最高的这个数字大概能描述到有 130多个亚种 实际上在英国 在尼尼尼亚 在南非 都已经发现了变异的 这种毒株 它的感染力比之前 增加了一半以上 有报导最多说增加了7成 那么美国也发现了 克罗拉多是第一例 加州是第二例 中国也查出来一个 是从英国回来的一个女学生身上 所以今天人们又看到封尘 又看到强制进行核酸检测 而且都是那种一天检查 几十万里 几百万里的 至于什么交叉感染 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 这些东西都不考虑了 按他说的 全国一天新增也就25例 沈阳部分地区被封城 他不承认是全城封了 他承认是个别小区 涉及到8万多人 进行封闭了 那沈阳的案例是多少呢 按他说的 一共也就18例 那我们看看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拿美国做一个例子 美国现在的报道是一天 增加了二十多万的确诊 十二万的住院 死亡人数 接连两天都超过三千 可以说是一年来 有记录以来最高的 这还涉及到元旦假期 很多数字还没有报上来 所以我经常看到一些提醒 说我们掉以轻心了 其实之前的数字 人们看得很清楚 对这些未知的东西 人们能够做到的防护 其实是很有限的 戴上口罩 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 保持社交距离 从归又开始重新谈封城 而且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 小一点的城市好像都没有人愿意提了 封了就封了 什么时候封的 大概其知道一点 什么时候解禁的不知道 像北上广深 这样的 大家还关注一点 沈阳呢 虽说是个省会城市 但是大家对它不是很了解 许多人认为 这个武汉比沈阳大很多 其实大不了多少 武汉长州人口一千一百万 沈阳的长州人口八百多万 两个城市相差原来有多大呢 关键问题在怎么样去面对这次疫情 有些人总是在感慨 说这个集权国家的效率比民主国家要高 实际上你看到的都是这些数据 你认为好像 即便死人了 他死的也很少 他一共才是几千人 美国一天就是几千人 美国的确诊数据 死亡的数据 就怕你不报 各个单位都在统计 医院 大学 医疗机构 不断的完善 他们不愿意忘记任何一个人 甚至有一些 阴擦阳错的也被统计在里面了 不管你怎么死的 都是死于 新冠肺炎 而在中国呢 多少人确诊 多少人住院治疗 多少人死了 这是你不会知道的 他现在公布的数字 你加个零 不一定够 加两个零 你又不敢相信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 在疫情期间 是不是公权力 无限放大了 人们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 离开家去打工 去买食品 正常的经营 正常的交往 其实中国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裕 很多省市 你把它封闭起来 会造成人道灾难 在病死和饿死之间 很多人没得选 社会保障体系 就更不用谈了 有一些国家 在疫情初期 意料崩溃了 可以明确的说 到今天为止 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都在忙着建立自己的 有效的 耗材供应体系 已经不完全依赖 国外的市场了 那今天的中国呢 每一次出现问题 都采用封城的方式 听起来非常坚决 实际上 它是在强化公权力 剥夺你的知情权 把你封闭在 一个一个的小方隔你 让你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你只能看电视 只能听广播 只能从网络中筛选 你认为有用的信息 而且依据武汉的例子 即便人死了 没有单位陪同同意 你连骨灰都领不到 领到了 你也无法按账 心死的坟 一排一排的延续下去 可以耸力的卑稳 少之又少 可以明确的说 很多人就这样 悄默身的没了 没有葬礼 没有慕之名 甚至骨灰 还寄存在殡仪馆 你还在排队登记 还在由单位出面 陪同里去拿 陪同里去买 今后的中国 也会是这样 只要这个政权 他不愿意公开数据 你就不可能知道 每一次面对恐慌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 不要影响他的社会稳定 他要稳定压倒一切 完全不是用医学的态度 人道的态度 来对待 西来的疫情 现在加上一个变异的病毒 传染力更强 他现在用于恐吓 用于控制这个社会的 势力 有多了一个 现在是元旦 马上就是春节 好久好在这一次 他开始鼓动了 让你尽量别回家了 不像去年一样 放任春节期间 高达上亿人的这种流动 但真实的效果 会产生多少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只要你不影响到 这个政权 对整个中国的控制 他是不愿意跟你说的 直到他认为 无法再隐瞒下去了 需要让你通仇敌看 然后再竖一个靶子 美国比我们死人多 这次的变异是从英国发出的 到那个时候 可能你才会听到一点点 关于外界的信息 做一些对比 看一看人家是怎么进行 治疗控制 而你 是受着什么样的憋屈 可以说 在政中的人 已经不能动担了 远离 疫情爆发地的人 我还认为一切都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国家在灾难中 我们已经解脱了 这一年来他就是这样控制的 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我相信他们也会采用这种方案 继续控制整个国家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